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是从气质上还是从整个车身姿态上来看 这样车都是非常OK的 当然在这里要给大家科普一个冷知识 就是RMG品牌在被上汽收购之前 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运动品牌了 所以它今天推出这样的产品 对我个人而言其实我并不惊讶 至于它的车身外观以及整体的车身的造型来说 其实不得不承认确实非常的帅 不管是你从它的前脸 以至从它的侧面还有它的屁股看 这辆车都是非常有姿态的 纵观RMG品牌的所有车型 这辆车的车身轴距也是达到了2778毫米 得于这样的车身尺寸来说 这辆车拥有了更加曼妙的车身姿态 以及更加夸张的扁平化设计 首先先看车头 我们可以看见前引擎盖上隆起的金线非常的粗壮 整个车头给大家呈现出一种俯冲的姿势 外加数字猎童的大灯 以及猎爪的封闭进气格三 还有全新的黑化logo 整个车的车头给人感觉就是一个时刻都在准备战斗的状态 至于这辆车的车身侧面 同样拥有着非常夸张的肌肉线条 我们可以看见 从A柱就开始下压的整个溜背的设计 非常有英伦车那种独特的气质 同时让这辆车完全不用担心第二排乘客的头部空间 得于这辆车的车身尺寸 这辆车可以将整个溜背造型最大程度的向大家展示 这样一静一动的结合 也让这辆车的车身侧面拥有了更加丰富的线条 同时我们可以看见 这辆车是试装车搭载了一个20寸的轮毂 将正式上市之后 这辆车将搭载一个19寸的轮毂 并且匹配红色的刹车卡线 以上这些优美的设计 都会让大家不禁和那些经典的轿跑联想起来 就比如奥迪的A7 Sportbike 奔驰的CLS 以及保时捷的帕拉梅拉 车身尾部贯穿式的车身尾灯 其实并不稀奇 和前灯组相互呼应 点睛之笔 在于这个车身尾灯组 采用了一个开脚式的设计 外加专织的车身后面看 还是车身侧面看 都是非常有姿态的 外加三段式尾翼的加持 要知道上一个搭载三段式尾翼的车型 还是保时捷的帕拉梅拉的Turbo 咱们先不说这个三段式尾翼 是否真正的具有空气动力学 总之在它升起的那一刻 我们都会不禁感叹到真帅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看见 这辆车双边共四处的排气 这个排气口径真的非常大 同时也在向试人展示 这台车拥有了一颗不容小觑的大心脏 从目前拿到的数据来看 2.0T的发动机 前驱搭载9A的变速箱 最大功率是192千瓦 最大扭矩也来到了405牛米 有些数据虽然说出来没用 但还是要说的 领克03家的最大功率是187千瓦 奥迪A745的最大功率是180千瓦 但是距离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开起来才知道 肯定好多同学会质疑 这么大的扭矩 前驱车轮胎肯定抓不住地 没错 我跟你拥有同样的质疑 所以这台车还搭载 ELSD的电子线滑差速器锁 如果以上的条件 这台车都符合 我觉得这台车拿到一个 6秒运动家教的入场券 其实并不是问题 至于这辆MG7的内饰 由于是试装车 所以现在我们并不能把这个车门打开 来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拿到了渲染图 只能在这里给大家口述一下了 首先无矿车门是肯定 其次我个人感觉 这辆车的内饰 和MG5天蝎座有几分相似 33英寸的贯穿大联屏 14个扬声器的BOSE音响 AR HUD也有加持 并且这个车机 同样采用8155的芯片 整体的感觉更像是飞机座舱 说到这儿 今天的静态体验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我们都知道 MG5现在是明觉品牌的销量担当 在15万级左右的运动型家轿中来说 MG5的实力是完全可以和引爆 以及有你微败败手腕的 毕竟这个价位区间也是我们国内自如品牌的兵家必争之地 而MG7的推出明显是想要开疆拓土 向更高层级的领域发起进攻 而20万级左右的运动型家轿来说 似乎也只有03家可以和这辆车抗衡 不过这两辆车完全走的是两个路线 这个MG7明显走的是车身姿态更加优美 以及整个车身线条更加流畅 同时拥有一定的运动属性 而03家则是完全的赛道化运动化的属性 如果明觉这次拿出足够的诚意 我相信消费者还是非常愿意为这辆车买单的 就我个人而言 我其实更期待明觉的接下来推出电动小跑车 因为那个才是属于真正年轻人的座驾 同时我们也将会为大家来报道这辆车的后期 以及整个的动态测评视频 我是小陈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咱们下期再见